野狼杀手 他是世界上价格最贵的猎犬之一 千百年来 他的作用就是围捕大型野兽 野狼 狐狸 棕熊 都是他攻击目标 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猛犬之一 肩高可达80公分之上 在早期的欧洲 他是贵族才能喂养的顶级猎犬 输儿猎狼犬性格非常高冷 喜欢单打独斗 攻击孤狼 但是他不像斗犬之王比特 只要看到猎物就会上前进攻 猎狼犬会衡量自身实力 碰到狼群的时候转身就逃 由于古时候只有贵族才能喂养 所以导致猎狼犬数量很少 经历了几次战争之后 差点濒临灭绝 好在1884年 猎狼犬正式走出国门 迅速风靡于全世界 总群数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这种狗看家护院效果一般 对陌生人比较冷淡 甚至有一定攻击性